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我还得谢谢你 爷道司令 这次去望龙山 也让我看清了赵景丑的真面目 他瞒着我和市长的女儿订婚 利用我诈想 他就是一个自私虚伪的人 他一直在利用我 我真是太傻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不怕 请你振作起来 我会好好地爱护你 爷道司令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是 我不能接受你的爱护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委屈你为嫁 咱们的年龄差距虽然大了一点 但是 我的身体很硬了 只要咱们俩在一起 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爷道司令 您是古川的亲舅舅 我是古川的亲妹妹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是会违背中国的伦理道德 我想在日本 也是这样的吧 这不是理由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任何人都管不着 至于古川嘛 他现在正在思考 如何攻打沃龙山 古川要攻打沃龙山 是 你 你是在担心赵景州 叶岛司令 请你以后 不要在我面前再提招景州 好 军大小姐 来 我敬你一杯 好了 余白玲 你说 还是不说 小石本鬼子 别他娘做梦了 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杀了老子 有事啊 别着打 林光怎么样 什么也没问题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不如杀了算 哦 这种不怕死的男人 说不定 阳气很重 要采取 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 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 软硬结尸 给江海星打电话 让他把真子送来 舅舅 江海星现在和真子很好 这样做 他会不会 除非 他不想活了 明白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呢 野岛 让我接你过去 这么晚了 他找我做什么 因为 我们抓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野岛说 只有你 才能让他开口 我能不去吗 野岛的命令 你要是不执行 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海星君 你知道 我想和你成为真正的夫妻的 我也是这么想 可 你现在是野岛的人 他今天可以把你送给我 明天也可以把你送给别人 那我去告诉野岛 我不干了 别耍小孩子脾气了 你知道 如果野岛给你的任务 你不干 会是什么后果吗 我宁愿和你一起死 我也不要做他的工具 行了 别赌气了 干完这件事 我就和野岛说 给你一个自由身 好不好 那我们两个人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来吧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啊 行 那我去 如果啊 野岛那个老色鬼 肯不遵守诺言 我一定杀了他 好看吗 狗人在小日本 弄死老子 弄死老子 你不弄死老子 就给老子喝口酒 老子要喝酒 要喝酒 酒 酒 老子要喝酒 要喝酒 门打开 你不光是好酒啊 还好色啊 怎么 听你话的意思 是要给老子女人 要女人不难 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 保准有女人 你说他娘呢 是要给老子使美而计 啊 好啊 老子就喜欢这样 酒 女人 你只要给老子 老子 他娘呢 来者不拒 好 那现在就跟我走吧 嗯 走啊 你他娘呢 真要给老子女人 好 老子有个条件 老子不要中国女人 老子他娘呢 要小日本 日本娘们 你要是有 老子就去 口味还挺重的 来者 带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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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百灵啊 因想要的东西都在里面的 进去吧 百灵君 听说你是圣战士 跟此很仰慕你 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我当然是日本人 不对吧 懵老子 你要是日本人 中国话说那么好 百灵君有所不知 真子生长在满洲 所以会说你们的语言 哦 这么说 你是东北长大的日本娘们 哦 既然这样 老子就不客气 哎 你就不怕酒里有毒 跌倒要想弄死了 也犯不着拐你这个玩意 百灵君真是英雄 日本娘们 你这话说的不对 老子不光是不怕死的汉子 还是不怕死的色鬼 方主任 你为什么认为 我能说服周延辉 让他放弃共产主义信仰 把联军 变成纯正的国君 景周同志啊 之所以让你做 周延辉的工作 是因为我通过观察认为啊 周延辉对你的信任 超出他对自己同志的信任啊 那你的意思是 我比共产党人还共产党人 国共合作时期嘛 就算你是共产党 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 对不起 王主任 作为国君忠孝 我现在不想跟你合作 如果是作为共产党员的话 我更不能跟你合作 其实你没看出来吗 周延辉对待齐市长 和我的态度是一样的 只是齐市长性子急 有些事情 他没法跟齐市长沟通 只能找我 这说明啊 他对你很看重啊 有了这种看重做基础啊 你呢 作为国具军人 就有责任协助我 把这支信仰混乱的抗日联军 变成信仰纯正的党国军队 这样呢 我们的部队才能够无坚不摧 王主任你说的没错 可是我的话也希望你记住 在没有赶走日军之前 谁要是在联军里面搞内斗 搞动争 我绝不会放过他 于百灵和真子在一起吧 都安排好了 将军长 如果你觉得难受的话 可以把于百灵 从真子身边带走 我有什么可难受的 他又不是我老婆 我知道 他是给皇军来完成特殊任务 将军长 说得不错 对于于百灵这样的人 你必须让他品尝到 从未有过的美色美酒 他才会珍惜自己的生命 他才会真心的归宿我们 我说的对吗 太对了 郎主任 作为党国军人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可是作为中国军人 我要提醒你 我们现在唯一的敌人 是日本鬼子 我们现在唯一的任务 就是联合一切力量 消灭日本鬼子 井舟同志 在打击日寇的同时 共产党 早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这一点 每一个党国军人都必须牢记 百灵君疼吗 疼我就再轻一点 放心我吧 老子天生怕痒不怕疼 百灵君真是英雄 英雄 不也没过你这美人观吗 好了 你的衣服脏了 我给你拿件新衣服 你的日本娘们 还真是温柔娴熟啊 真算 你真把老子 当成你男人伺候了 只要改灵君 真心归胜黄军 我天天都这样侍奉你 衣服穿好了 可以吃早饭了 您请 这玩意太麻烦了 老子不用这个 一样牙口好 我们必须先切断 他们与周边百姓的往来 切断他们的几样 对沃龙山周边 桂花清水中的三个乡镇 进行兼臂清野 如果他们敢出来应战 我们就消灭他们 如果 他们归宿在天沟地方中不出来 我们就 困死他们 长官 如果国共联军 粮食充足 那么一年两年不出来 难道 我们要死守吗 周周末 关于国共联军的粮食问题 业道司令已经有了案子 国共联军出了投降 绝无处 国共联军 我是阎大虞 打铁的阎大虞 我找你们队长 有要命的事 阎智 走 来 喝口水 慢慢说 别着急 周队长呢 好 他们到龙王坛去了 不行 龙王坛 龙王坛离这儿少说 也得无礼路 太着急了呀 有什么着急的 跟我们说不一样吗 江城的鬼子又来扫荡了 他们一到镇子里 就杀人放火 不管男女老少 全都灌到祠堂里 你们要去晚了 他们都活不了了 我们公职的鬼子 有本事冲我们来 杀百姓算什么本事 鬼子来了多少 有三四百人 来得真不少 静周 要不然 咱们去救了个小 郑队长 我们这就上山 欺喜鬼子 不但要救人 还要灭了 小鬼子的威风 好 痛快 那要不然 你跟齐市长 通个气 齐市长他们在龙王坛 等跟他们吐完气 鬼子早把人杀过了 救人就得抢时间 速战速决 走 我马上去和队伍 走 快点 静周 这要去哪儿啊 下山 等你爹回来告诉他 说我们到桂花镇 救老百姓去 下午就回来 鬼子去桂花镇了 对 鬼子进山了 静周 赵老师 你伤没好去哪儿啊 带上我呗 我跟你们一块打鬼子 大哥 杀鬼子 光有仇恨和勇气是不行的 还得有打仗的经验呢 我 我没经验 但我会打枪啊 真的 不 大哥 你看这次去的都是打仗三年以上的老兵 他们都经验丰富 这工会打枪可行 大哥 你就别去了 静周 张大哥 你们注意安全啊 好 走 走 我先抓紧时间 开车 这个地方一定要加强警戒 是 到了以后 快就能打我 先加进和为 你们这儿在对我去哪儿啊 下山 收拾鬼子 收拾鬼子是军事行动 没有经过军事会议通过 你们不能擅自出山 你算老几啊 你凭什么拦着呀 赵队哪儿出山 是打鬼子 救我们老百姓 救老百姓更应该慎重 静周 你是党国军人 没有我的批准 不能随便出山 我是王主任 你呀 还是哪儿凉块 哪儿待着去 走 等等 我是政府任命的 抗日国军 政治部主任 你如果还是国军的忠孝 就必须服从我这个上校的命令 王主任 今天我们的队伍 不是国军 是抗日联军 现在桂花镇的老百姓有难 如果我们袖手旁官 那就等同于是汉奸 所以 你的命令 尽人无效 出发 等等 等等 走 来 小心 闭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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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闭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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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清全 是 怎么一人练上 我兄弟嫌我不是老兵 不愿意带我出山打鬼子 那我不练能行吗 是 是 井州下山了 是啊 鬼子到了桂花镇了 是 井州带着张大同下山 去救百姓了 是 是 这个兔崽子 怎么了 他们走了多久了 也就二十分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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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认出他了 郑总 下来进攻吧 我们这样能把这些敌人给消灭掉 也算不想他胜利 好 准备开火 都注意了 给我打 好好好 帅哥哥 怎么办 我在一分子等后 一定自答远先出 好 飞 飞 别满 你估计 紧着和小鬼子交火 离咱们有多远 大概四五公里吧 差不多 这样 咱们得防着鬼子调虎离山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兄弟全押过去 你带两个中队留在沟口 骑一队来 跟我去 就找锦州 好 我同意 有一班人马收大尾衣 但就锦州的任务 还是我来执行 你留下收大尾衣更合适 别啰嗦了 我女婿我得救 跟我走 走 好吧 跟上 抓住 启necess 造小艾衣更合适 收 快 постав 把劳筋关 qualities 到大尾的 徜雨 pakai 凭 二少爷 你收船了 我来逼你 不用 你跟张德鲁心撤 我就是死也不能抛下你 赵敬舟 你已经被包围了 立即向我大日本皇军投降 我放你一条生路 黑牛 等他们靠近了 跟他们拼了 好 他们没有子弹了 士兵们 进攻 用手 将军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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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牛 保护你家商业 赶紧撤 是 你别跑步 走 你们撤 开楼 把机枪给我架着 后走杀杀路 尹兵 士兵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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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车 Ochs следующий 车长 这一个跑火才在旁边啊 赶紧撤吧 成不少撤 没有你太想的提醒我 林中 你受伤了 没事 一点清赏 那好 快到后面出去 走 队长 让我留下 跟你守洞口吧 好吧 你也挂彩了 清赏 没什么 你的伤道不算啥 可你跟赵锦舟 不仅军事委员会同意 就胡来 你们带出来五十多人 现在还剩多少 队长 是我错了 行 赶紧把伤口处理一下 去 是 让我砸 好 塑 对 是 我 他 你 是 他 是 и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还用问吗 追 是 郭政局 敌人聚首险要 我们是否要进行枪攻 在如此狭窄的山沟中 没有飞机重炮的配合 如果枪攻 咱们是自取灭亡 那古川军的意思是 我们放弃敌人 撤退 敌人利用有力的地势 来拦阻我们的进攻 他们成功了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 他们在天沟中的大本营 也就变成了囚禁他们自己的老鲁 如果困兽在这 就会饿死 也饿死 他们是自寻死路 站住 干什么的 别开车 自己人 我是御百灵 队长 御百灵 大头兄弟 我呀 姓鱼的 你不是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吗 怎么回来了 他们走狗了吗 兄弟 别乱说话 我可没头想到走狗啊 你小子本事不小啊 越运了 我哪有那本事 小鬼子不愿意杀我这条烂命 什么 他娘让我送同乡信来了 我本来想死扛着不送了 可我一想啊 我送了信 又不算当罕奸 还能接着打鬼子 我就假装答应他们送信来了 兄弟 我把这信给撕了啊 别撕 别撕 我撕 你过来吧 行了呢 马军医 怎么还没好啊 这点破伤 摸起了药 两天就好了 爹 伤得可不轻 别不当回事 是啊 徐师长 来吧 这点破伤 摸起了药 两天就好了 感谢观看 我分析清楚了 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徐市长 疗伤还不忘教训女婿啊 喝 你可真不愧是间谍出身了 耳朵够长了 告诉齐市长一个好消息 你的老部下 大难不死的徐柏玲 从江城私立逃成回来了 人呢 正在接受联军最高领导 周延辉同志的审查 我说周队长 这信你都看了半天了 你看看 我没有认识 一百分之后 你会看 几百分之后 你会看 你会看 那些什么事 多久 你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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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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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不把我国军将士放在眼里 这封信心快捞在他手上 要是捞在我手里 你是不是还要省我呀 齐市长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在你心里面你是君子我是小人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 这封信心快捞在我手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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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了 咱们分开个 新满堂 你不要动不动 就拿奔家来吓唬谁 可以啊 我们现在就召集 三军将士开会 把有关事件说清楚 好 马上开会 坐下 看什么看 你脸上有字 什么字 汉奸的奸子 你脸上才有字呢 贱字 预备令你心虚什么 我心虚什么 不心虚 为什么不盯着我看 笑话 你以为你是天仙美女啊 老子盯看你 预备令 现在屋里就咱俩 咱们两个人也算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跟我说句实话 实话 你想听什么实话 我说你小子少诈话 老子没投降就是没投降 少他娘来这套 赵队长 齐市长让我来叫你开分家会 黑牛你听着 看着于百灵 除了拉屎撒鸟 不让他离开这里 知道了 赵锦忠 齐市长都说我没罪 你凭什么管我 凭什么把我当囚犯 齐市长 分家是你一再提出来的 你说吧 怎么分 人好分 以前国军的归我 以前共军的归你 还有就是 我们合在一起的粮食 你们有没有想过 咱们真要是分了家 谁最高兴 最高兴的是守在沟外 等着一口把我们吃掉的日本豺狼 我们封锁天沟已经五天了 敌人那边 敌人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担心野道司令的计划 是否出了纰漏 中国有句俗话 叫心机吃不了热豆 左宗墨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洞里的猎物 迟早是你的 你今日会江城 请转各一道司令 左宗墨 有耐心 很好 王八蛋 万能够你的小人 你去王八蛋 管老子做什么本事 我告诉你们 老子三江不怕死 要不然毙了老子 老子又是罕见 怎么了 爽 你有种就给老子来个痛快了 把老子也杀了 把老子成病了 别把老子杀了 来呀 你们来呀 两位大队长 你们总算来了 这鸟人都快把我的耳朵给叫炸 王八蛋 王少 这差事我干不了了 你还是另找其他人来看着他吧 什么其他人 没有其他人 这事 必须得你看 二三爷 我真不想干 来呀 这是命 快来呀 你臣王八蛋 老子就让阿爹拉 怎么了 想死什么 我成全你 你这么想老子开枪 我真开了 老子是被你们扔死的 老子变个鬼了 也不会放过你们 赵庆昭 你小子耍我 周队长 我看 对于白灵的审查 可以结束了 玉白灵 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你 自由了 自由 谁自由了 老子不要自由 老子就是汉奸 是一个日本鬼子的大汉奸 强屁我 强屁我 好了玉白灵 别嚷嚷了 再嚷嚷还管你亲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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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得赶紧把骑士长的伤治好 景州 这是消炎化鱼的草药 消炎化鱼的草药 景州你还不知道吧 那个骑士长的伤口已经严重的化脓了 要是没有管用的药 那就很危险了 不 若华 昨天我去看你爹 他不是说伤口已经痊愈了吗 他昨天白天还好好的 他是吃完晚饭之后 说伤口痒得厉害 我这一看才发现 他肩膀上的老伤和屁股上的心伤 都怕能发炎了 景州 好 我们快去看看骑士长 走 来 来 来 老军 这草药能顶住吗 说实话 这草药 对没有感染的轻伤 管点用 像骑士长这样的伤情 基本就不管用了 不管用 那你还用它干什么 没办法呀 我们现在没有外伤真药了 现在不只是骑士长一个人 面临生命危险 如果没有药 那二十多个重伤病员 只要伤口已感染 只怕 全都无法医治 那 我爹他需要什么样的真药啊 只要有没素就管用 好 我现在就去弄 等一下 你在这儿 照我你爹 弄药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那你什么时候去啊 静庄 你去江城弄药 怕是不妥吧 还是多带几个人 路上遇到什么危险 也好有个少爷 不用 这次下山 要过鬼子的封锁线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暴露的危险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哎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考虑考虑 我们可以派别的同志 替你去完成这下任务 周队长 现在骑士长需要的药 只有在江城鬼子控制的医院里面才有 我想 看能不能让江梅帮忙 弄到药 派别人去的话 把握没有大 那好吧 那就辛苦你了 不过路上 可要多加小心 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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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别抓死啊 钱贵 钱贵 你别抓死啊 余卖玲 你这个败类 给我走 给我走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杀人偿命 我要公开处军你 你正军法 给我走 你一百零 你逃不掉正义的城 老子不想 老子不想杀你们 老子不想当汉奸 这是你们逼 是你们逼老子的 老子不想逃坏人 老子不想当汉奸 都是你们逼老子的 他 我 他 我 他 快 团长 听说你要下山去给齐师长找药 雷鸟 你在山上等我就好 人多目标大 还有你笨 救火呀 快救火 快救火 救火 快救火 快救火 救火 快 快 快点 快点 救火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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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秋风 不要打命救火 天家娘 来人 来人哪 爷你醒了 外面怎么回事 凉库着火了 他忙着救火呢 凉库着了 坏了 没了粮食我们就完蛋了 赶紧赶紧 快快 快快 快 怎么啦少爷 听我的 赶紧进去探浪水 到前一段实力呢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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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队长被火烧死了 赵队长 赵队长 赵队长被火烧死了 赵队长被火烧死了 你说什么 赵队长被火烧死了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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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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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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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王天龙 作为在刀尔盛 这次 李宗盛 你最后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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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